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前在法国的一个小镇 住着一位老太太 名叫波特夫人 波特夫人的儿子 在非洲研究爬行类动物 一天早上 尤才送来一个形状很特别的包裹 波特夫人一打开盒子 立刻惊声尖叫 那是一条蛇 是儿子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为了确认那条蛇有没有毒 波特夫人前往动物园找资料 确定那是一条无毒的大蟒蛇之后 波特夫人给他取名为克里克多 波特夫人像妈妈一样 照顾他的新宠物 用奶瓶为克里克多喝牛奶 波特夫人还买了棕榈树摆在家里 让克里克多觉得自己就像回到非洲的家 他开心得像小狗一样摇起尾巴 克里克多吃得好 睡得香 他越长越长 也越来越强壮了 克里克多跟着波特夫人上街买东西 镇上的人都觉得很惊讶 波特夫人为克里克多织了一条长长的毛衣 好让他度过寒冷的冬天 克里克多有一张温暖舒适的床 在棕榈树下 他做着又香又甜的美梦 冬天到了 克里克多喜欢在雪地上 像波浪一样掳动前进 真是太有趣了 波特夫人在一所小学教书 有一天 他带克里克多到班上去 克里克多很快学会用自己的身体 排出英文字母 克里克多也学会算数 二是两只手 三是三只小猪 四是四条腿的狗 五是五根手指头 六是六只脚的昆虫 七是七个小矮人 八是八爪章鱼 克里克多喜欢和小男孩玩耍 也喜欢和小女孩一起玩游戏 克里克多教童子军练习打神结 也帮助其他小朋友 他是一条很棒的蛇 有一天 波特夫人和克里克多在一家咖啡厅喝下午茶 他们听说镇上发现一连串的偷窃事件 当天晚上 小偷就闯进波特夫人的公寓 小偷把波特夫人绑在椅子上 并且蒙住他的嘴巴 这时候 克里克多醒来了 他疯狂地攻击小偷 小偷害怕地尖叫声 吵醒了邻居 克里克多紧紧地缠住小偷 一直等到警察赶过来 为了奖励克里克多的勇敢 镇长颁给他英雄勋章 有一位雕塑家深受感动 为克里克多塑造了一尊荣誉雕像 镇上的人还特别为他建造了一座公园 受到大家喜爱与尊敬 克里克多过着幸福又快乐的生活 故事讲完 吵醒了 好 好 好 所以 感谢观看